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Bikein機車諮詢網 硬州報 好 最近我們硬州報呢 開始做一些店家介紹的影片 因為其實老實說 現在你要一般做維修保養啦 換機油啦 更換零件這些服務呢 到處都有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去尋找一些 他可能有特別的規劃 特別高級的配備 或者是說老闆還有特殊的 經營理念這樣子的店 那在這個採訪過程中 其實有時候跟他們聊一聊 我自己也會開始想 如果我今天自己要開一間車行 我們今天一起進一間車行 你會希望他有什麼樣不一樣的面貌 好我知道你要想很久 每次都想很久 我先講 如果是我們會希望 可以跟咖啡廳做結合 什麼意思 你是覺得我很沒創意是不是 不是我在想像那個畫面 沒關係 我知道現在很多車行 都有高級的咖啡機 去那邊修車就有咖啡可以喝 還有冷氣可以吹 然後有一個專屬的休息區 但是我覺得不夠 因為我很容易肚子餓 那如果你在修車等待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可以點餐區 吃吃點餐 輕食 有一個很大的落地窗 然後你在那邊這樣子 看著車輛維修 甚至說你車子修好了 停在那邊 你還可以繼續的吃飯用餐 跟女朋友一起 不是很好嗎 我會希望是這樣子 因為最好是它那個菜單 menu上 還有新車的介紹 改裝品的介紹 你就假裝在看菜單 其實你在看新車要買什麼 改裝品要改什麼 棒 那我想的會更不錯 從場都不怎麼樣 你聽我講嘛 我們把車行呢 跟釣蝦場做結合 我們可以一邊修車 一邊釣蝦 一邊烤蝦等待修車的時間 烤完蝦之後我們再吃蝦 還可以為女朋友吃蝦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不怎麼樣 因為其實你上個月有跟我講過 就上次你來找我喝酒那一天晚上 他語重心腸很悶的說 我覺得車行 應該要跟百貨公司 shopping mall 和藥妝店結合在一起 這樣我下次去改車的時候 我女朋友就不會在旁邊XX 我會一直說換這個要幹什麼 我沒有講過這種話 有啊上次再禮拜 好沒關係沒關係 我要跟你講的是 好消息啦 好消息 是是是 好消息 以後不會吵架了 上個 上個禮拜嘛 我們不是去採訪HONDA活動 發現一個全線的據點 就是居然有車行呢 有據點 展示據點 它是開在 遊樂園跟百貨公司裡面的 那就是 大魯閣草芽道 HONDA二輪概念館 好的 那這個草芽道呢 是高雄近年來新成立的一個大型的購物中心 它裡面呢 就有很多名牌啦 名品的專櫃 有美食街 有很多好吃的餐廳 那假日呢也會舉辦一些活動 加上現在捷運也通車了 坐捷運就可以到 所以很多人都會在假日的時候到這邊走走逛逛 滿好玩的一個地方 那最重要就是呢 它現在裡面有一個 零路賽道樂園 對 這個零路賽道樂園呢 零路沒有錯 就是由Suzuka所授權成立的 這個賽道樂園裡面有很多的遊樂器材 都是跟駕駛有關的 讓大朋友還有小朋友可以一起同樂 對 讓你從小呢 就知道 開車騎車 駕駛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是的 而且有個重要的就是 裡面有個10比1的零路賽車場 這個零路賽車場呢 它最主要就是由 GoCart來駕駛 我們在新村特別節目的時候 有介紹過 這是個很好玩很有趣的賽車場 對 它卡丁車專用的賽車場 那它的配備 它的設備也都很新 好像是有專用的Ri安全帽 有即時看板顯示成績的這些設備 其實一般的卡丁車場 你很難找到這樣子的規格 而且現在也變成高雄的知名經典之一 那我們今天所要介紹的這個 HONDA全新的二輪乾淨店呢 它就是設立在零路賽道樂園的裡面 那它裡面呢 有展示很多現在比較熱門 比較流行的車款 像是CP-1100啦 X-ADV啦 這些車款都有 那同時呢 也有一些像是 HONDA跟G的連面服飾 最近秋冬裝上市了 那 在這個地方呢 你就去感受 很輕鬆的方式去看看車 感受一下 二輪騎士的風格 看他們的文化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過去你都知道 我們在參加車友聚會 假日都愛騎車嘛 那偶爾呢 有一個假日的時候你跟老婆說 欸我們去看看新車好不好 最近HONDA出了新車MSX 老婆跟小孩一定說沒了 老婆一定幫你白眼 對因為等很久了 終於可以跟家裡一起出去玩了 結果你說你要去看車 不太好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新的二輪幹店 就發揮了一個很好的功用了 你跟老婆小孩說 我們去 遊樂園 對 然後到那邊呢 小孩們就玩的 哇 這個滿身大汗 不亦樂乎 老婆在那邊拍照 打卡上船 那你呢 看車 對 就可以到旁邊去看車了 所以這個方式我覺得滿好的 你讓你的家庭很自然而然的 跟車輛結合在一起 小朋友雖然說 他是去玩遊樂器材 可是他玩累了 你抱他去跟車子拍拍照 去跟他介紹一下 這是爸爸的車 那爸爸下次要買這一台車 那爸爸以後要買這一台車 這台給你騎好不好 雖然老婆會在旁邊翻白眼 但是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讓小朋友跟車輛認識 他也不會去排斥車輛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 那這個也是HONDA台灣這幾年 他們在努力的一個方向 就是把家庭跟車輛做結合 像去年我們參加的車友活動 幾乎都是以家庭日為號召 而且都在遊樂場舉辦比較多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全家大小 一起來參加車聚 而且都玩得很開心 所以 這個方式我覺得滿棒的 那未來呢 如果你到草芽道去走走 沒辦法買車 因為這個地方只有展示 沒有做販售 那你想要讓你身邊的人啊 的女朋友啊 家人啊 去了解一下種車 或是說你自己想要去看看車 我覺得這個地方都滿不錯的 都很適合 所以我們來去走走看看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當天會去到 臨路賽道樂園 最主要就是參加一個活動 因為平常下班我們只有逛夜市 不會去逛草芽道嘛 那也是這一次去才知道說 哦 這邊有一個HONDA的二輪概念店 那這個活動其實它本身也很特別 那就是 高雄HONDA所舉辦的 新車發表會跟賽道走行會 這個新車發表會呢 就是MSX125 ABS版 因為它最近的詢溫度實在是滿高的 所以高雄這邊再度舉辦一個地區型的發表會 然後讓大家在這個10比1的 零路賽車場裡面去走行 體驗它的操控感受 對 因為之前其實已經舉辦過 全台的發表會了 但是因為 這台車真的是滿有趣的 所以HONDA高雄這邊就想了一個辦法 用不一樣的方式來發表它 就直接在賽道裡面做發表 因為平常呢 這個Suzuka賽車場 10比1的小型Suzuka賽車場呢 它是沒有對外開放的機車騎乘的 它是專門為卡丁車所設計的 所以就算你花錢 對不起 你也沒辦法騎 那這一次是因為 其實HONDA本來就跟Suzuka樂園 是有很深的牽連 那這一次有 裡面有新的二輪概念店 所以他們做一個結合 讓大家可以騎著全新的MSX125在裡面走行 其實我覺得這滿棒的 因為當天在現場看 你看晚上吹著涼風 大家由HONDA的安架教官帶隊 前後一台前面帶隊 一台後面壓車 然後帶著大家用MSX在場上行駛 而且那速度是有控制的 因為我聽到教官講 如果是速度比較快的人來體驗 他們就稍微加速 讓他稍微感受高一點的速度 如果不是那麼熟悉 那沒關係就放慢讓你安全的騎 那用這樣的方式 去展現說MSX 原來騎起來是這麼樣好玩 這麼輕鬆沒有負擔的 我覺得這個方式很棒 那未來也希望說 能夠有更多的品牌商 透過這種比較有趣 比較新鮮的方式來發表車輛 讓車友們很輕鬆很開心的 去體驗車子的樂趣 我想大家一定都會覺得非常的開心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個禮拜 映州報的介紹了 其實接下來我們還會繼續的 去發掘各種不一樣的活動 因為有一些車主活動其實也很有趣 我們因為最近說真的也參加了很多 車主大會司 車友大會司等等 那我們也打算說把它做成一個特輯 跟大家介紹一下 到底這些會司在玩什麼 是的 有什麼特別之處 到底誰的待遇最好 誰福利最好 誰抽獎 吹奪高級的獎品 你這樣會不會引起其他車廠的關注 不會啊 因為老實講 今天每一個品牌 它所提供的服務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之後來做一個整理 然後來比較一下 也沒有說比較 就是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感受到的是怎麼樣的活動 好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禮拜映州報了 那接下來 還有很多新的影片推出 如果你想要了解車界最新的相關資訊 跟情報的話呢 就請持續鎖定 拜可飲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我是依達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